近日网传吴梦达病逝,好友田启文发生辟谣,怒斥造谣者心黑,称完全没有这种事,麻烦乱传的人记下阴德。 吴梦达被曝于近日秘密入住肿瘤科,大家都很担心他的状况。 田启文透露,达叔做完手术后很虚弱,没办法说话,外人去探病不利于他的康复,所以圈内好友在时还没人与达叔见面。 田启文近日晚上再次受访,被问及治疗费用是否日烧万斤高达七位数,达叔有没有叫人帮忙。 田启文表示,医药费的确很高,但达叔没有叫人帮忙,他的子女要读书,尚未返回香港。 据田启文透露,达叔两个月前做了手术,至今在医院接受化疗,未曾离开,虽然病情严重,但有的痣,希望达叔尽早康复,继续给大家带来欢笑。 我这一次 对不起,对不起,先两分钟十分钟没用,就不要停了。 我这一次 让这,以后面蹲到一天。 让这一天你睡光。 我这次 跳蜇呢? 我这次 不一样